第四章,这就是宝阔,雨象山是不朽以下核心成员集中地,雷霆岛是整个虚拟宇宙公司的不朽集中地,属于最高权力集中地。 走在公共区,看着随处可见的一个个界主,随处都能一眼看到上百名界主,而且99%都是得到本源法则承认的,眉心都有各种本源法则印记。 得到本源法则承认的界主,放在黑龙山星域,那都是将天辰那层次了。 罗锋心中感慨,可在虚拟宇宙公司这种巨头内,却仅仅勉强获得进入末世秘境资格,恐怕还有上亿的界主连核心层都进不了。 难怪天才战宇宙总排名前一千名,三大奖励的其中一个是成为核心成员。 片刻后,走到了一条宽阔幽静的青石路上,在青石路旁边有着花圃,花圃通过各种花草形成了宇宙通用语文字,太出区。 第一,经受老者,提表隐隐光运一闪,便无法再前进,连喊道, 殿下,我已经无法再前进了,沿着这条路,前面的区域就是太出区,殿下进去后,会有管理人员带领殿下的。 谢了,沙悟先生。 罗锋笑着点头,沿着美丽幽静的青石路前进,闻着旁边传来的草香花香,步伐略微加快,半分钟后便走到十余公里外。 那里正是无比巨大豪舍的太出区入口,在入口还有着不少仆人,看到罗锋来后,顿时其中一名为首者迎上来。 罗锋殿下,我早就等着你到来了。 有着一条狐狸尾巴的美丽妇人,热情无比,眉心也有这火焰印记,你称呼我福斯就行了,我是这边专门管理太出区各种琐事的。 明白,罗锋点头。 其实作为虚拟宇宙,比如打扫卫生,修剪花草,完全能够瞬间模拟,可是,可能是为了真实感,这里的一切都是百分之一百模仿,甚至于安排大量的仆人专门去打扫卫生修剪花草,专门去服侍那些殿下。 肚子饿了得买吃的,渴了得买喝的,连在虚拟宇宙当中买房产都得花钱,一切都完全跟真实世界一样。 因为太真实,其实在浩瀚宇宙中,很多有钱有祖辈于阴照着或者没有任何危机的一些人,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虚拟宇宙中,或是去虚拟游戏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 他们很多人都早已经将虚拟当成现实了。 不过,那种醉生梦死的日子,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。 毕竟在虚拟宇宙中干什么都要花钱,就是保持连接网络都是要缴纳网费的,没祖辈于阴没钱,根本无法醉生梦死。 罗峰殿下,请跟我来。 借主福斯夫人微笑着在旁边领路。 呼,呼。 二人都在太初区中飞了起来,整个太初区作为五大区之一,面积极大, 毕竟是占整个羽象山五分之一面积,可以说比整个地球面积还要大。 而这点范围却仅仅是给一千多成员居住了。 太初区正是成员一千一百三十八人。 飞行在空中,福斯夫人指着下方,太初区内有很多修炼场所,阅读场所,餐厅等等, 至于住宅区,全部是在最后方,1138座庄园,每座庄园院落长为98公里,宽81公里。 罗峰厅的惊叹。 98公里长,81公里宽的超大庄园,真是奢侈。 这就是太初区的待遇,而最低的末市区却是住着桶子楼。 最高等的原始区,据说住处直径都上千公里。 罗峰殿下的庄园是1136号。 福斯夫人指着远处一座无比幽静的庄园,显得很是古朴,院墙上更是产满了各种植物花草。 搜,搜,二人降落。 殿下,庄园的大门足有百米宽,两名高达六米的牛头巨人恭敬行礼。 罗峰殿下。 福斯夫人微笑道,作为太初秘境成员,殿下的护卫队正常编制是一个大队,整个大队有将军一名,队长十名,战士一百名。 其中将军是末世秘境的一位戒主,队长是十位御主,战士是一百位宇宙级战士。 在虚拟宇宙中,他们就驻扎在殿下这,而在现实中,他们同样要保护殿下,他们将一切听殿下命令。 嗯,罗峰微微点头,心中却是震撼。 虽然早听荣军说过,可真正看到还是挺震撼的。 两个御主是看门的,一个护卫队,首领那都是得到本原法则承认的戒主。 不过按照之前得到的消息,太初秘境成员的护卫队是远不如原始秘境的,原始秘境成员护卫队那护卫队的首领那可是不朽存在。 除了护卫队,庄园内还有一百余名仆人服侍殿下。 福斯大人微笑道,这时候一阵风吹过,庄园门口突然出现一群人,围首者是一名长相类似的囚人,有着秃顶的老者。 这秃顶老者看到罗峰便行礼道,殿下。 其身后的一大群人都无比恭敬地行礼,同时喊道,拜见殿下。 这位是殿下护卫队的将军全名奥多里克,闻圣莱索。 福斯夫人笑着说道,殿下直接称呼我奥多就行了。 图顶老者连说道,奥多先生,以后就麻烦你了。 罗峰彬彬有礼,这是应该的。 奥多里克连道,心中则是舒坦,从虚拟宇宙公司的安排补论地位,他是要比罗峰低,可是他毕竟是得到本源法则承认的借主,眼前的殿下再怎么样也只是天才而非强者,说不定将来陨落还达不到借主这一层呢。 福斯夫人连说道,罗峰殿下,那我就先走了,这庄园内一切奥多都很熟悉,他会告诉你的。 谢谢福斯夫人。 罗峰点头。 福斯夫人随即化作一道流光,瞬间消失在远处。 殿下,请。 奥多里克在前面带路,罗峰也进入自己的庄园。 庄园内一眼看去,都是绿色的草地,一切都很自然。 那里,是殿下的修炼厂。 奥多里克指着远处一座密封的超大型建筑,整个修炼厂长50公里,宽30公里,高度在300米,内部地面无比坚硬。 嗯,罗峰满意点头,自己脚踏暗云缩速度惊人,空间如果太小的话,根本放不开。 50公里长,30公里宽,300米高,对掌控者而言只能说是不错,还凑合。 当然,这么大的空间对舞者而言就非常大了。 想要更大的修炼厂。 有本事进原始秘境呗。 原始秘境成员都有专属不朽老师长期驻扎教导。 那里是泳池。 奥多指着远处另外一个超大泳池。 泳池分成内池区和外池区。 内池区的池水是蕴含特殊效果。 躺进去可以令皮类的身体迅速恢复。 内按照水温不同,分成六个区。 其实这种设置是模拟现实,在现实的泰出秘境,殿下的住处比这条件还要好得多。 奥,罗锋眼睛一亮,随即摇头,可惜还要等很久。 自己这次宇宙旅途就是三年,三年后是去初始宇宙,从初始宇宙出来,可能才会去四大秘境之一的泰出秘境。 奥多介绍着庄园内的一些建筑物功能,而后指着远处一栋幽静的三层小楼,殿下,那里就是你的起居的地方。 那座小楼内部想要什么样,殿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,通过虚拟助手来实现。 庄园内,这居住别墅一楼是招待客人的地方,二楼是娱乐的,三楼是卧室,书房等休息的。 三楼,罗峰走进书房,同时道,巴巴塔,给我稍微改造下,改造的符合我的习惯。 明白,肩膀上的虚拟助手,巴巴塔连喊道。 比如网络显示屏幕,改成地球人习惯的笔记本电脑的样式,如一些观看新闻娱乐节目的屏幕也改成电视机样式,连旁边书架上的书籍都直接翻则成汉语,一些椅子,床铺等样式瞬间改变。 这才对嘛。 罗峰微笑着坐在椅子上,掀开面前的笔记本屏幕,开机后,随意点开了一个宝库的文件架。 第一,宝库打开,顿时屏幕上出现了密法类,兵器类,真奇宝物类,科技武器类,材料类,工具类,生物类,其他特殊类这八个大类。 每个大类下都漂浮着很多小类,如生物类下面就漂浮着植物生命金属生命驯兽,等等,如密法也分成不同派别。 各种类别千万种。 罗峰点开真奇宝物类的秘境宝物类,拳头大的小恶魔巴巴塔尖叫道。 嗯,罗峰轻轻点开,顿时出现了密密麻麻无数的文字和图录。 万灵子血脂十二万积分一份,原始秘境七折,太出秘境八折,天地秘境九折,末是秘境全家。 七彩岩果实十万积分一颗,原始秘境七折,太出秘境八折,天地秘境九折,末是秘境全家。 科里普经二十万积分一颗,原始秘境七折,太出秘境八折,天地秘境九折,末是秘境全家。 天啊,天哪,太,太太奢侈了,太欺负人了。 你老师他们想买,都是被限量买,每一样在拍卖会上都必炒到天价,这里竟然全部有供应,只需要用积分就能兑换什么狗屁积分。 八八塔尖叫,点开,点开秘法类,灵魂秘法类。 罗锋再次点开,看着七星光,水弹不灭,虚空之塔,第二四秘点,一个个在宇宙中名气都极大的秘法, 仿佛大陆货一般出现在列表上,一眼看去醉起码伤万种,这还仅仅是低业。 疯了,疯了。 外面的不朽拼得要死要活,为了一点宝物拼了老命,这虚拟宇宙公司竟然只需要什么狗屁积分就能兑换。 积分积分,这根本是他们内部设置的积分,并非外面的金钱。 恶魔巴巴塔完全被刺,急了。 点开,给我点开,巴巴塔瞪眼吼着。 罗锋也乖乖点开一个个子类别,包罗万象,无奇不有,虚拟宇宙公司的宝库列表完全将巴巴塔给惊呆了。 早知道虚拟宇宙公司强得可怕,允墨星主人那种单独一个不朽都赶不上人家九牛一毛。 可真正看到这些,巴巴塔还是惊呆了。 김� Ireland 装 Lee 唇宇宇宙公司 錄